大家好,欢迎回到《军公开物》 今天我们和陈博士谈谈潜艇的新科技 听说也相当震惊 在今年的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 它里面有专家说可以用到雷射的科技 令潜艇更加快,更加隐形地说 而且速度上十分惊人 而且它说用到雷射去做一个推力 竟然可以把这架潜艇推动到空中的飞机 噴射客机那么快的速度在水底里走 但是同时不破坏隐形的情况 如果这样做得到 这种可能是用核动力去做推动的潜艇 就更加夸张 所以整件事听完之后 我们都会去认真讨论一下 首先第一,它本身的发展科技 好处和不好处在哪里 其实它的困难的地方又在哪里 还有为什么中国发现了这个理论 好像在日本或者其他国家 20年前都有讨论过 究竟有什么令到这件事实行不到呢 所以今天也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好,那我们就见到陈博士 陈博士,你好 Larry,你好,大家好 这件事真是怎么也要说一说 最近我们在哈尔滨工程大学里面的教授 竟然有这么颠覆性的技术发现 但听完这件事 我们在咪后和陈博士聊天 其实它全体又没有字面上说得那么神 其实这件事呢 就在我和我们早一点的时候说 这个超胸炮鱼雷那一集 是有些雷同的 但技术上有少少分的 那我们就请陈博士说一下 其实哈公大他们说的那套技术 其实它那个位置是什么呢? 我首先问一下Larry 你听到他们说自己可以将潜艇 用这个技术做到可以在水下面那里 是可以非常之快的 你觉得是否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的 我觉得是你凭什么在水有这么大阻力的 这种的流体里面可以突然间飞到这么快 首先这个题目是引人入胜的 所以我们如果大家有听开我们节目的朋友 都可能会对我们曾经说过一个题目很有印象 就是我们说那些可以在水下面走得很快的 那些这样的物件 他们的技术的原理在哪 我还记得我们那一集 是说一个叫超胸炮鱼雷 是这样的 那我们在那一集我们有什么来说呢? 就是其实呢 一开始大家想想一个问题很简单的就是 如果呢 有人射子弹 那我们看电影 那些人会跳到水里 躲到水里 就是说呢 那些子弹射到水里 就走得不快 那其实以我们的常识所知 基本上也是的 一般的子弹呢 你射空气和射落水呢 它在水里不是走得很久 接着就慢了 停了下来的了 那当然 就是开头一段距离 都好像很有动力 但是如果你的人 譬如说是鼻得够深够低的时候 有足够的水 就是都不需要很多的 一两米左右的水里 挡住你呢 你的子弹已经是很容易煞停 你就可以叫做呢 就是比较不容易受伤害 那当然就是这要 假设你自己可以 尾水尾得很久的嘛 那我就由这件事讲起 因为呢 就是Larry 你记不记得呢 一开始有哪个国家 是开始想想 可不可以做一些子弹呢 是可以在水里 继续是可以走得很快的 都是 我记得就是俄罗斯那类的 或者德国的 就是这些国家多 是的 你如果现在看看 真是有这个技术的 它有一个专门的子弹呢 是可以一直在水里 不是很减速 就是一直可以走得很快 继续可以伤害到水里的目标 那里面其实呢 就是长话短说 就用了一种叫超空泡技术的 它就是呢 要在那个物件的外围 产生一股空气 就是说呢 你要打穿那股水 不是去靠子弹的动能去打穿 而是去靠外围 产生那些空气的气泡 那你的子弹呢 于是乎就不是直接面对水的阻力 就是只需要破开 到处的气泡里面 那些空气的阻力 那所以呢 它就等于 就是有点小就等于 就是说 你其实就和空气里面走的差一点 那所以就一直可以打得很远 那有这种技术的 就是如果大家找到一些片 有些子弹可以在水里面走很远 那甚至乎大家想 就把这个技术 不如用在鱼雷那里 那里 因为鱼雷我们希望它 走得快 鱼雷的目标 避不了 而呢 你要走得快呢 又不想被水阻止呢 那我就 可不可以想一下 就借着这种叫做 超空泡的概念 就是在你那个的鱼雷 就是总之任何投射物的外围 就是用你的技术方法 产生一阵空气在那里 于是乎呢 就一直走的时候 一直有阵空气包着呢 那它呢 就可以势如破竹了 这样 就可以呢 走得很快都可以的 这样 那我们在那一集 甚至乎讨论 那个技术的困难在那里 那我们就借着 今次呢 这个 今年这个中国大陆 哈空大这个这样的 所谓叫做 可以用到激光 来去做到这个 潜艇推进 然后还要用到超空泡技术 那我们又可以把它重温一次 但是我们一直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想说 就是说 那些媒体在那里 年头传完一次 之后年尾又传一次 那究竟这件事情 是真的 是有多可信呢 那我其实 想大家一起去用心 去想清楚这件事情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又借着 借着Larry 你问一下你 就是对于那些超空泡鱼类技术的东西呢 就是技术细节 你不需要很清楚 但是你大约 有没有印象 记不记得那样东西 有没有什么好处 坏处 或者什么技术难关的呢 哇 如果你说的超空泡鱼类的好处又明显 就是整件事 突然间是一个很高的速度 可以冲向对面的潜艇 或者水面的舰艇 有一个叫做 就是出其不意的攻势就会出来了 所以其实一字记之约就是快 还有就是突杂就是最好的 但是 它当然有不好处 就是说 首先我们记得它去到这么快呢 你会产生了大量的噪音 大量的热力 所以其实也都是有得有失 就是你可能会给对方 它未必是那一架潜艇 或者是附近的一些载物 它突然感受到那个温度 或者那个噪音 从而呢 就发现了一件事 在接触某个目标 如果他们的通讯是做得好呢 其实有机会呢 就可以做到一个提醒 做一个防范 这样 是的 凡是你听到呢 在水底那些超空泡技术 是很吵的东西来的 就是你不单止暴露了那件 就是如虑自己 可能连发射那件事 大家追本索源 都大概猜到你 大约由哪个位置开始发射 所以这件事本身是一件很快 但是也是很吵的东西来的 那还有一个的细节 就可能比较难去记得的 就是什么呢 当你 譬如那些叫超空泡魚雷技术 当你想产生一些气泡 去包住整件的魚雷 来减低水座的时候 这些气泡它在那里产生 和消灭那一刻很吵的 但是而且那些气泡 在那个魚雷表面的材料上面 去叫做爆破 整个气泡又消失了 那些过程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高度腐蝕性的过程 所以它是会令到 那个魚雷的表面 就是损害很大 但是可能你说 魚雷反正最后都是烂的 那损害下有什么所谓呢 但是会不会说损害的程度 就是会影响到整件事的效能 甚至乎整个稳定程度呢 那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而且是一路未克服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不要算它是吵 它虽然是快 但是它吵 和它是很难比较持久 那这件事是一个缺点来的 所以你没看到这件事 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 所以建基于我们先前那一集 已经讲过的事情 我突然间听到有人在那里 传那些叫做激光推进 然后又整个潜艇 用超空泡效应来包住它 让它可以走得很快 我第一件事就想 你先鱼雷搞定 你拿来搞潜艇 是不是 但是呢 这里就要再解释多一点点的 因为它特意讲到一个就是用到激光的技术 那Larry 你本身有没有这些数字资料 就是它声称自己可以 就是要用一些激光来做到多大的推力啊 那有没有耗多少能量啊 就是有没有这些资料呢 有啊 它里面的消息说是要用到两兆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两个MW 其实就是二百万而已 那兆也很不到的 它在这里是二百万个雅特 是 就不是很高的 但是它意思是就是不是很高 就应该产生到七万个Newton的推力 那就是我们平时要当是叉燈那样 就是这样一个推力 那听起来很夸张啊 就是你说的是有些引擎的那些推力来的 那在水里面这样推就很快 是的 那所以你听到这里 哇 它说可以做到一个好像 差不多是飞机引擎这样的推力 哇 那是不是它做了出来呢 那其实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它在这个报道 或者在这个研究里面这样宣称呢 其实就是首先这些这样的概念 就不是由哈公大提出的 就是日本 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二十多年前都有人提出了的 那所以一直都有一些比较小规模 在实验室层面的一些实验 或者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实验 那你可以譬如说 哎 我用 最后它就说宣称可以用二百万雅特 来做到七万的推力 那你不如大家一起斩四个零 那你就是用二百个雅特 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七牛敦的推力呢 那如果它发觉 哎 我试过我将它 就是downgrade 用这么小规模 又似乎可以 那是不是就是说 我大家一起加四个零之后 就等于我可以用二百万雅特 来做到七万的推力出来呢 那一到了军工层面呢 那这些事情呢 你很多时候就发觉 就那样东西不是说 你直接可以做一条简单的乘数 就做得到的 今年呢 Larry你记不记得 我们讲了很多那些激光武器的东西 其中我们讲到那些呢 大公栗激光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印象我们讲到的 大公栗激光啊 其实大公栗激光啊 我总觉得它那个 就是它的转化是差的 是的 转化整天都会变成热能 就多过你真的拿来做攻击 聚焦那些类型的 是的 比如你说 你是不是想着要将一堆激光筆 用一个橡筋扎在一起 一大扎就变成强力激光 其实不是的 你一定要摆到又要很密 又要成这样 你最后就是 那件事本身的密度很高 而且激光是一样这样的东西 你不是说有一份的能量就可以 就是一份的电的能量 就可以完全100%转化成为 100%的激光的光能 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去了热能那里的 因为激光你真的最后拿出来 就是用在光部分的能量是很少的 所以那些激光东西是 尤其是大支激光很热的 就是比起 你不要想着 那些LED很省电 但是你去到激光的那些层面 就是 其实就会是很 它的转化不高的 所以呢 你要弄到一个 可以发出200万功率的 就是这样的激光呢 你背后要给那个电的功率呢 是超过10倍的 就是甚至20倍的 这样的电量 那你就是说 你给那个电能 是需要很高的 就是你不可以说 就这样找个电芯 隨便找几个 就是发电机就搞得到的东西 你背后 如果你配置到一个核动力的东西 核能的东西 那可能有得想 那都还没算 你这么大堆激光 纏在一起 产生这么大的推力能量 你的热能力是很厉害的 就是你的散热是怎么办呢 最后你那支 都不要说在那个末端那里 噴激光出来那里很热的 而是你本身产生激光的装置 你整个东西都很热 你根本上是原来 整个东西就在那里 到处煲水 那你不只是用那个激光 来在那里 产生一些气泡出来 你就是整个东西 本身就是一个大窩爐 在那里煲水 就是又是变成一样 打得都没那么吵的东西 就是我说 所以想起这个图画 就是笑了的 其实真的会 那这里又讲一讲 它的原理 就是由日本提出 就是黑光大一点 再吹大一点 那它的原理其实就是 当你那个激光的能量 很集中在那个光纤的末端那里 射出来的时候呢 它一接触到那些水 就有能力将那些水 不是煲滚那么简单 直接就是将它气体之上 再煲烂它 那些就变成离子的一种状态 就是说我们固体 煲到热一点变液体 液体煲到热一点变成气体 气体再煲到热一点就变成等离子体 它就直接将那些水 是变成了等离子体 甚至乎有部分的等离子体 你将它梳渡去分布 去帮忙包住潜艇 而其他大部分呢 就拿来继续在船尾那里 就是在引擎的末端那里 就是在那里做推进 就是突然之间产生一个 煲热的那些就是 一个气体 整个等离子体膨胀 这个膨胀很快的 快得像一个爆炸那样 于是乎呢 你其实就是 在那个船尾那里 在引擎的尾那里 就是有个爆炸 就是由那个 普通的水 一下子变成了等离子体 那种的爆炸 然后有小部分的等离子体 你就拿来 可以拿来去包住 那个潜艇 于是乎一面 它就推进 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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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做出来的 很多技术问题 没有解决的 那么它声称 为什么是什么 甚至乎可以做到隐形呢 其实它是这样想的 就是想得很天真 你没有那些机械转动的线业 来去推进 你纯粹借通电的激光来推进 那就会少了个引擎声 它就在想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听过那些超空泡技术 甚至Larry 你也猜到 就是它产生那堆这样的气泡 本身都是很吵的东西 都是一些信号很强的东西 还有还没计算就是 那些气泡在那里 就是产生炸开 都对那个外面 就是那个无论魚雷 甚至乎现在讲潜艇 那个外层物料都是腐蝕性的 我可以跟你说就是 等离子体的腐蝕性 比起这个气体更加强 就更加疯了 那怎样可以体现到 等离子体的腐蝕性有多疯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太空 你刚刚的STAR Liner 成功着陆了 不用死人 就是我们 它都不载人下来 但是它自己都没有说整架都烂了解体 就是都叫做平安地着陆 这个我们就在这里赖一赖了 但是任何这些这样的火箭 那些太空仓 回来的时候 跟它大气磨擦 热到一个地步 产生了等离子体 大家都很害怕等离子体 是烂了 就是它不是只热那么简单 它很有效地 和周围所有东西产生化学作用 所以你需要用一些化学程度很不滑滑的东西 去顶住这个等离子体 那如果你是找一个鱼雷 或者用一些等离子体包着鱼雷 或者包着潜艇 那你那个潜艇外围的涂层 真是分钟你用一次这样的超速航行 你用一次就报废一次了 外面那一层涂料 就预了是这样的 所以呢 就是几样东西加上 它都不是静的 它没有了那个转动机械引擎的槽 但是它有其他的槽 还有就是它 就算被它产生很大的推力 但是那一层等离子体 如何去抵御它那个腐蝕性 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 我看到这里就是 在找资这个时候 很有趣的就是 就是 中国它第一次出了这个这样的报道 然后就 南华早报就拿来报 转了成英文 接着在英文那里那堆 萊雄龙牆就拿来又报 然后报完一次 然后又炒回出来 又要报多一次这样 然后在整个过程里面 你真真正正想找一些 比较理论的学术层面的讨论 反而是不多的 所以这件事 但是这件事它的原理很简单 又不是秘密到什么 所以其实这件事 大家就很看到一个 就是这个技术本身去 是否真的 你多多少少 由大众的反应那里 你会看到 你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西方对于中国那些叫做 高超音速 那些这样的无人机 技术的关注 关注到高很多的 但是反而今次你听到那些 哇 哈公大提出的那些叫做 激光推进超空炮隐形潜艇 接着还要是超高速的 那样反而大家又不是很理的 那你就知道 大约估到那些材料有多堅有多流 嗯 但是我们可以由今集 就是听得出这种 由雷射转化出来的 超空炮的高速的 推进的潜艇呢 其实都会有几个特色 就是第一个呢 它的角度就是很快 但是当然我们会质疑 第一个就是那个雷射 它本身转化出来的效果有多大 嗯 第一个就是它虽然就没有了 那个引擎传动的声音 但是它就会拖了呢 就是包括製造气泡啦 爆破啦 和呢 就也会产生高热啦 就是在那个偵測上是十分之不利啦 也都不是说就是特别隐形 就是还有可能是因为 黎子化的问题 就令到那个材料很容易腐蝕啦 那所以我们都发现呢 现在那个武器的潮流 就是例如高超音速武器 刚刚才博说到 那其实高超音速的武器呢 就算我们说是空中啦 那当然的速度会更高啦 其实都是倾向发展呢 一个就是要很快 但是有机会呢 就是一个高热的产生啦 还有呢 就是很容易被对方呢 用一个天机的维星 就是用红外的一个偵測呢 找到你 另一种呢 就不快的 不过这个也是西方大部分的技术 就是它们的导弹呢 倾向隐形 就是隐形 但是亚音速的速度前进而已 但是呢 是一直去到末端呢 去到很后期 都未必能够发现的 那所以一个就是快 一个就是隐形 那好像一看下去呢 就是慢慢地大家都发现 好像快呢 就当然都是重要的 但是就不是唯一 就是大家觉得 是最厉害的武器 就好像大家都商量去隐形这个方向啦 所以呢 就说起今次这一个呢 就是它好像集中在高速上面 但是隐形上面 好像做得不是很足够的 所以呢 就是这个科技呢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就有几十年的理论基础的 我相信 但是真是做上去 我想很困难啊 不过我们人类 一应付呢 就是雷射 怎样高效转化 我想 陈博士你觉得 会来到5至10年呢 这个科技 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做到一个突破 那所以令到 就是这一个可能性会高一些呢 我会这样讲啦 尤其是如果今次我们讲这种激光推进的技术呢 你看到它有突破呢 就不会在军事层面出现先的 你一定会看到有些玩具啊 有些我们不是军事用途的东西 就会首先出现先的 因为他们需要用到那个能量 没有那么高的 那你之后要做到军用级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克服我们刚才上述所讲的 那所有的问题 which就是难很多很多 所以你问我呢 在你没见到这个激光推进潜艇之前呢 我想你会首先见到这个激光推进的放船仔玩具 嗯 是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推进 就是有些简单的东西先 接着就慢慢去到一些复杂的东西 那我们就期待了 就是这个哈公大会不会给我们一些惊喜呢 给我们一些惊喜的国家 那看下来有什么新的武器呢 我们看到了 好 那我们这一节 就是军工开幕到这里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呢 那可以 那就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包括科学生枝 和我们New Hong Kong这一边的 好 那我们就下一集的军工开幕 再和大家再见了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